触不逼我来相亲 看我今天怎么下 既然大家都是来相亲的 那我也就开门见山了 我叫王富贵 今天四十岁 我对另一半的要求 身价千万 要给我买房买车 且必须写我一个人的名字 我倒不是在乎钱 而是要一个态度和安全的 还有三年内 必须给我吃两个大盘子 大叔 不要脸的大龄许愿女我见过 你这大龄许愿男 我还真是头一次见 我的年龄怎么了 正所谓男人四十一十花 我劝你不要不吃豪达 不然错过我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 大叔 我也想答应你 只可惜 我不是来相亲的 这里不是六十六号桌吗 这里是九十九号桌 放船了 不好意思 各位 你这本都在这里的人 叫我 我就说 你这本是职门 但恐怕 你还宠说 你都要宠说 你跟我坐 你就是宠说 你又要宠说 你不是大人 你又要宠说 你一个人 老毕灯 你还有两下的 要不是你别跑 这会儿老子喊人弄死你 都起来 走 你没事吧 没事大叔 谢谢你帮我解围 你没事吧 我可是保安之虎 区区几个混混 不在话下 好 我知道了 马上过去 大叔 我有急事要先走了 我看你挺风趣幽默 人也不错 这就给你 标警罕上面有地址 要是你相亲失败了 可以到这场院会来找我试试 怎么是我的富贵财团 这不是我举办的演会吗 干什么干 东哥 就这个老毕灯 居然敢在咱们的地盘上 换我 老毕灯 是你欺负我兄弟的是吧 你我跪下 不然老子今天就给你摆走你脚 王邓叔 今天会死我了 啥 这是天性集团的广众 滚 走 走 爸 我让你来相亲 你怎么和人打起来了 你老爸我刚才 是在英雄救美 那位美女叫宋 什么 宋若熙也会参加百亿豪宴 行 回去参加 儿子 你喜欢宋若熙 天成第一美女 她是宋若熙的总裁 喜欢她的人多了事了 多久有点 再说了 宋家广告全程了 谁能给宋家拿下富贵 这团百亿豪室 宋若熙就嫁给你 我是没机会 好了爸 我也要去参加百亿豪宴了 看看能不能帮宋若熙吧 天成 天成 老爸能帮你啊 宋若熙 不就是我刚才 救救那个美女啊 既然你喜欢宋若熙 那老爸 就帮你一把吧 年轻人 过来帮个忙 搞正 比你老爸 我这不对财产 太高了 听说了吗 宋家放出了消息 谁帮宋家拿下富贵 财产的百亿投资 宋若熙就死呸 看来这一美女 估计要被暴走啊 今天 我无论如何 也要向女神表白 让她明白我这些年 对她的真心 我相信她会被我 那的话 就你干 把老大图上碑 读成老大图上碑的 还 想要把他妈吃天安肉 四处睡吧 你看看 又来一个宋若熙的追求者 今天会场 注定又来一个 财产的人啊 黄天生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宋若熙是什么的人 你别想和我抢 我爸可是富贵财产 后运伤 他已经答应 替我运手 帮送女神 拿下这个银子 就等着爸 今天啊 我爸看病毒 帮我抱着美丽 黄天生 你爸呢 爸 他爸在这里 他爸在这儿呢 黄天生 宝安 是你爸 今天这种场合 你带着我的宝安老花过来 不嫌出人呐 爸 这里可是宋若熙 会出个财产举办的白宝宴 你怎么进来的 宋若熙要请我来的 我这时候 看你爸 不准办法 是 宋女神可是出了名的高度 平时 这么能看我们这些富家少爷爷 又怎么可能要请你爸 来家家打个一好宴 我估计啊 是宋女神请他来捡瓶子的 我爸还弄到你 你这儿我画脚 学哥爸 你就别在这儿给我刺了 别走吧 我真的是宋若熙要请过来的 你看我还有他给我的邀请 怎么办 这 这不可能 我那么爱宋总 宋总没有给我鲸铁 他会给你个保安鲸铁 这绝对是假的 没错 这鲸铁绝对是伪造的 来人 把这个伪造鲸铁的家伙 给我丢出去 我倒要看看 是谁敢刁难我宋若熙 邀请来的人 我倒要看看 是谁敢刁难我宋若熙 邀请来的人 宋总 大叔 我们又见面了 正好 我请你喝一杯 好 我马上过去 这 这保安 居然真的认识宋总 宋总还请能喝酒 天上 这 我得说你两句了 你说 王叔 跟宋总那么熟 不讨书 天上 让你爸 不讨书 让咱干爹 替我喝宋 勾对 你什么时候认识宋总的 我怎么不知道 刚认识的 你不是死过的吗 等着 爸 这就过去帮你牵牵线 绝对能让他 讲 宋小姐 你觉得我儿子怎么样 这大叔还真是不死心 还惦记着给他儿子找后妈 王总年轻有文 白手起家 三年不到 就让天上资产市值五千 是个不可多得的青年财俊 但是宋氏家族已经全场宣布 我只能嫁给帮宋氏集团拿下富贵财团百亿投资的人 大叔 不就是富贵财团吗 这都是我一句话的 事成之后你可别耍赖 富贵财团可是全球第一财团 眼光极高 要想拿到他的百亿投资 你这么贵财团 这你就别管了 我帮你们宋氏集团拿下百亿投资 你 嫁到我们家来 咱说好的可不是赖账 好 我答应 王叔 你跟宋总都聊什么呢 聊得这么开心 就是啊 王叔 都看到宋总笑了 宋总可是听上没人 刚才一笑 你到底跟宋总聊了什么呀 当然是聊他加入我们王家的事 爸 什么意思啊 我已经跟宋总都谈了 他愿意给我们机会加入我们家 什么 王叔 你就别开玩笑了 这宋家说得很清楚 想要娶苏洛西 必须拿下这富贵财团的法力 你能办到吗 不过就是富贵财团嘛 多简单的事 爸 你别开玩笑了 富贵财团连我们都不认识 你们把人根本不能知道 我打一个电话 真就能让富贵财团把百亿投资送走 谁去一个宝啊 也敢再个大放绝词 我告诉你 今天这百亿投资 只能是我们马氏集团的 你们几个臭鱼烂虾 你洗洗回家睡觉 大师 你们面也太自信了一点 我马氏集团可是天城的龙头企业 而且我们已经跟富贵财团的总经理张青龙 达成了约定 这百亿投资 我们马氏集团拿定了 什么 张青龙 会长 当然了 我听说你也在天亮 咱们好多年没见面 请你给我一个机会 拜托 看在你这么诚可的份上 我就见你 我就在百亿豪宴上 你直接过来吧 对了 你把今天富贵财团的投资人选 给我改成宋国席 好 一切都听会 给我十分钟 十分钟内 我带着合同几大会程 五分钟 我只给你五分钟 王董 你爸挺牛 还能和张青龙张总打电话 还称呼张总是小张 张青龙可是富贵财团的亚洲总裁 一人之下半人之上 他以为自己是谁呢 还让张总五分钟内干到会场 爸 你别闹了行不行 难道你还嫌不够留人吗 爸 你就快走吧 算了 求你 别给我弄乱了 行吗 走 这里可是百亿行业 而且这看门狗还敢侮辱张总 可出了事就想 哪有那么便宜 大叔不过是风趣幽默了一些 根本没犯什么原则性错误 你马小春堂堂马氏集团的总裁 有必要和一个老人家叫着你 这女人不错 有正义感 有资格加入我王家 这不是咱们天成第一美女宋若熙宋女神 怎么宋总要降低身份给看门伞出头吗 只可惜宋家已经自身难保了 等我拿下百投资 我第一个 就能给你宋去进房 让你们宋家全部睡大街 所以与其担心看门口 还不如担心一下你自己 不过只要你嫁 我可以考虑放不宋家 甚至还可以扶持你一半 我宋家确实有自己压力 但不代表要跪下来求人 像你这种仗势欺人的祸死 我宋若熙也看不起 我就是跟大叔在一起 也觉得这是嫁给你马小的村 你个臭 你个上了年 死的看门口 说了解你 你要他也不要 小伙子 你怎么说话的 保安怎么 我们不偷不抢 快双手吃饭 怎么都递人一等 反倒是你 穿得有模有样 结果呢 狗眼看人的 还出言不逊 真是没教养 没素质 你该庆幸不是我儿子 你要是我儿子 我早就把你塞进马桶 冲下去 天上 快劝劝你爸 我家可是背靠富贵财团张总 财死你爸 就像财死一只蚂一样 天上 就是啊天上 等他拿到富贵财团投资 别说你做保安的老爸了 就连你 也会懂你 爸 你少说两句行吗 难道真的要害死我 你甘心吗 有你老爸在你趴着 他马家不就是有张青龙做考山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考山就是了不起 有考山就是能为所欲为 怎么 不 将老张总给我带来百亿投资 我马家一飞冲天了 倒是 第一个就吞灭你儿子 你个宋洛西的公司 今天这百亿投资啊 你还真就拿不到 他只能是宋洛西的 我说的 你算什么东西 你今天要是能帮宋洛西这 拿下百亿投资 老子跪着 从这里爬出去 但你要是不能让宋洛西拿下百亿投资 老子就打断你一双狗腿 丢出去 你敢不敢赌 马小春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你心里个大叔算什么本事 你快走吧 现在是无法收场了 这赌啊 我接了 今天我就让你年轻人 见识见识 什么叫不知天高地高 那你就等 上腿打断被拖出去 因为你好乱 就能听到张总宣布 我马下 你是百亿投资获得者 今天 百亿投资获得者是 宋氏集团宋若曦 今天 百亿投资的获得者是 宋氏集团宋若曦 什么 赵总真的来了 还把百亿投资 给了宋女神 难道真是天上他爹的功劳 可天上他爹不就是个保安吗 怎么样 现在我说 这百亿投资宋氏集团是拿定了 你服了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不相信你这老东西 有这么大能耐 张总 我是马氏集团的马小春 您确定要把这个百亿投资 要给宋家吗 您是不是搞错了呀 听不懂人话吗 这百亿投资 我们付贵财团 只会和宋氏集团签订 和你们马氏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我爸不是已经给您商量好 说这百亿投资给我们马氏集团吗 这个 这怎么到 因为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您是说 你是说 宋氏集团的百亿投资 是因为就在看门狗 不找东西 谁给你胆子羞辱王先生的 王先生 按照您的官方 重新拟定了百亿投资合同 你随时可以签字生效 谁是 百亿投资合同 弄好了 是 那你等我一会儿啊 等我弄完手足的事情 再给你去救 宋总 百亿合同拿下了 你验一验 如果没有问题 可别忘了我们的赌约啊 谢谢大叔 宋家一口脱了一个钉 一定会遵守承诺的 太好了 我们王家总算是有女主人了 以后能吃上热乎饭了 这大叔有点意思 不仅风趣幽默 还认识张青龙 真是一个宝藏大叔 天生 没想到 你爸真这么厉害啊 不仅跟苏总说 就跟张总也有交情 真是虎夫无犬子啊 天生 你爸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不会是某一位神秘的 大佬啊 天生 咱们可就是兄弟 你就别藏着业者了 这把是跟我们说说 我爸真的是城中村保安啊 看大门的 工作都是我给他找的 爸 你老实告诉我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说的 这个是百亿合同 这个吧 说来话长 王总 你当真不知道你爸的来历啊 你爸他可是 你爸他可是 过去的事情了 布帖吧 张总 我不服 你为什么要给这个臭保安 这么大的面子 老子高兴 这是百亿投资啊 你总要给大家一个 幸福的理由吧 老子高兴 听不懂人话 我是富贵财团 亚洲区总裁 除了万亿级别投资 需要会讨过目之外 万亿级别 我一个人说了算 今天这百亿投资 我想投给人就投给谁 你马的家 不过别的 不服务也过别的 再罗嗦 全球服务他 今天我认财 我走 别走啊 咱不是打过赌吗 输的又跪着爬着 马小春 还不见形承诺 要让全城人知道你 也要让无限吗 我跪 对不起 行了 滚吧 记住了 以后别再骚扰宋总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那个 小渣 咱们出去了 小渣 替我照顾一下宋总 你去找找 这个王富贵 到底是什么来历 他和张经罗 是什么关系 妈 爱女儿啊 我听说会场有人帮我们宋氏集团拿下百亿投资 是真的吗 没错 他仅凭一句话 原本是马家的百亿投资就变成我们宋总 好好好 有了这笔投资 宋氏集团总算能渡过难关了 咱们也不用破产流落街头了 对了 你以宋家的名义 今天晚上抽空请他吃个饭 咱们见个面 好 我知道了 来了 我的女士来了 朝我们这边来了 你激动个什么劲啊 人家的名怀有主了 王总 晚上有时间吗 有 明晚七点 宋氏酒店天字号包厢 一起吃个饭 记得带上你爸 啊 带上我爸 记得 一定要带上你爸 不是 咱们两个约会 为啥非得带上我爸呀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肯定是结婚之前啊 双方见家长 啊 见家长 啊 前生啊前生 你果然不是个好东西 会长 您归隐后 美杜莎一直在找您 恐怕很快就知道 您在天城消息 哎 这个小丫头 真的是死缠烂打 当初跑回来 就是因为他 整天喊着要嫁给我 哎 他可不是之前 那个小丫头了 他现在是 华尔街一号财团的会长 他多多叫好 就能让世界金融镇 人家那么喜欢你 又一直追求 人长得还漂亮 会长 你恰好也没老伴 不然你就答应他 强强联合 岂不是更好 行了 我要是针对他 有感觉的话 当初 我就跟他结婚了 他在我心里 一直是个 吃棒棒糖的 小丫头 您不答应他 只怕他会 因爱生恨 把天城 搅得天翻地覆 没事 我会拿捏分寸的 我的秘密 替我好好保守 好 可别破坏了 我的清闲日子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你不和宋小姐多聊聊 促进促进感情啊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为什么张总 跟你如此公敬 我还能是什么身份 我就是个破保安 张 张青龙 他是给我面子 只不过是他以前 遇到意外 我救了他一会儿 他答应 帮我一个忙而已 原来如此 我说这位超保安 怎么会有这么大能量 吓老子一跳 好 既然你把这次接不住 我以后怎么收拾你 姐 天娇 你回来了 你怎么回国了 愿意回来 帮我打理公司了 公司还是交给姐姐管理比较好 我这次回来啊 主要是来找一个人 我听说他在天城隐居 所以我想回来找找 哟 倒是哪个男人 让你这个大小姐这么痴迷啊 他呀 可是一代传奇呢 曾经凭借着一人之力 就血洗了华尔街百大财团 创造了亿万财富 受全球尊奉的金融教父 你说的是富贵财团的神秘会长 对啊 哎呀 行了 先不说我了 我听说 你要结婚了 而且是一个跟咱爸年龄差不大的 真的假的 这个 他帮我拿下了百亿投资 我就必须遵守承诺嫁给他 不然 宋家的声誉就完蛋了 那 你不用担心 这个大叔人还不错 风趣幽默 哎呀 不行不行 再怎么说 我姐是天城第一美人 怎么能随便嫁给一个上了年纪的穷保安呢 行了 天娇 这是天意 而且保安怎么了 大叔老是靠谱 比马小春他们好多了 那再怎么说 也得替你把把关呀 要是不行的话 咱们就不同意这门亲事 小张 我儿子今天见家长 你去给我准备几份聘礼 送到宋氏酒店天字房 会长放心 我这就让人准备礼物去 记得啊 一定要重礼啊 一定要十个亿 别让我儿子丢脸 嗯 啊 张口 ferm口的就是十个一 我以为是哪个大老板呢 原来是王富贵啊 赵江 老同学 哎呀真巧啊 咱们大学毕业到现在十几年没见了 哎哎哎 不不 你穿着一身保安服 不会是想来我们送去酒店 应聘保安的吧 可惜了 我们酒店的保安 照够了 而且呢 我们只要三十五周岁以下的 你啊 超零了 不过 我呢 刚好是这家酒店的经理 看在咱老同学的份上 我倒可以给你安排一个 扫厕所工作 怎么样 您误会了 我呢今天还真不是来应聘的 我来吃饭 你知道那个天字号包厢在哪吗 啥 天字号包厢 王富贵 你知道去天字号包厢吃饭的 都像什么人吗 就你 也配啊 赵姜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王富贵 就你这种臭保安 一年不吃不喝攒下来的钱 都不够到天字号包厢吃顿饭呢 你啊 赶紧滚吧 是 今天是有人请我过来吃饭 就在天字号包厢 王富贵 你不会脑子出现问题了吧 还有人请你去天字号包厢吃饭 你知道能去天字号包厢吃饭的 都些什么人吗 能进去的 哪个不是咱们江城 有头有脸的存在 就你 你也配啊 就你这种臭保安 连着我们酒店少数的资格都没有 还说有人请你去天字号包厢吃饭 我不 赵姜 咱们怎么也算是同学一场 当年我还资助过你学费呢 说话也太难听了 再说了 保安怎么的 谁说保安就不能去天字号包厢吃饭 王富贵 老子一个年薪百万的经历 都没资格去天字号包厢吃饭 你个抽保安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啊 赶紧滚蛋 这儿不是你能待的地方 这酒店啊 开门不就是做生意的吗 你身为酒店经理 把客人往外看 你是想要丢放饭吗 我呸 也算客人 你就是一条要犯的狗 现在赶紧滚 再不滚的话 我想打断你的狗腿 要滚的人是你 宋总 哎呀 宋总 这有个不长眼的狗 我这就把他撵出去啊 谁变你的胆子 敢羞辱我宋若熙的贵宾 啊 不是不是 宋总 王富贵是您的贵宾 这这这 这怎么可能呢 早就跟你说了 不要狗眼看人低 你偏不信 明天您可以不用来了 去财务室 结算工资吧 宋总 宋总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呀 我得靠这份工作养家的 我知道错了 富贵 不不不 王哥 王哥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呀 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这忙我还真抱不上 我就是一开门的 大叔 别跟这种人浪费时间 我们走吧 就等你来点菜了 我们没开拓吧 这这这一个丑保安 竟然把宋若熙给泡到手了 大叔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我就不跟你拐弯摸脚了 直接开门见山得了 天圣的臭小子 怎么还没来 算了 我先替他顶了 行 我们开门见山 你一个保安 有车吗 我儿子有 那你有房吗 我儿子有 那你有存款吗 我儿子有 姐 上哪找到这么一个鸡皮费 这股见过相亲 儿子靠老子背景的 这老子靠儿子背景的 我还真是小偷拿屁股 开了眼了 同意会见 不行 这门轻视 我不同意 车子房子存款 我也就行 大叔有没有 无所谓 你真是个恋爱脑啊你 那行吧 房子车子存款没有就算了 屁你呢 你有屁你吗 我儿子有啊 他儿子有个屁 他儿子有个屁 你儿子那破公司只几个臭钱 能拿出什么样的聘礼 能拍下宋若曦的 只能是我马小川 大叔给我们宋家拿下了百亿投资 这百亿投资的价值 比起什么车子 房子 聘礼 贵重多了 百亿投资的事情我已经搞清楚了 那不过是之前 王富贵意外地帮了张青龙一把 王富贵 开口要了百亿投资 那就说明张青龙的人情 已经还完了 所以 他王富贵 现在什么都不是 宋总 你只有嫁给我马小川 你们宋家才会一飞冲天 如果你嫁入王家的话 那你就是自寻死路 因为别人会质疑你的目光 我不跟你说过了 让你不要再来骚扰宋小姐了 你怎么就不听呢 你看看门狗 有本事你就告诉宋若曦 说张青龙什么都不欠你的 你敢吗 这什么不敢的 张青龙本来就不欠我人情 他欠你 宋若曦 看到了吗 王富贵说了 他现在什么都不是 你宋若曦只能嫁给我 宋若曦只会是我王家的人 宋总 是吧 姐 你可别犯糊涂啊 他王富贵 现在已经是一个 没有价值的人了 你嫁过去 只会把自己给搭进去 那就算他儿子有钱 又能怎么样呢 他不是还是连个相样的聘礼 都拿不出来吗 真是做人心 聘礼道 赠顶级皇冠钻石一枚 价值两千万 赠天成名人院 单号别处一套 价值两千万 赠剑金两千万 聘礼子价值六千万 六千万 这出手也太阔绰了吧 大叔 这聘礼 你送的 是 今晚见家长嘛 这个见面礼总是不能少的 小张到底怎么办事呢 我不是跟他说了 要大 怎么就来这么一家 你个臭宝啊 你敢冒利我的聘礼 啊 马绍 那这聘礼 你送的 没错 我这聘礼足足价值六千万 他儿子王天胜的公司才市值五千万 他能拿出六千万的聘礼吗 大叔 你这也太恶心 太不要脸了吧 你自己拿不出来像样的聘礼就算了 怎么能贸任别人的聘礼呢 社会比层就是低层 改不了挨张小便宜的表情 我的聘礼啊 马上到 在路上 我的聘礼呢 就比 马小春的聘礼 重那么十倍 王富贯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要打中联冲胖子呀 你就这么爱慕虚荣 天娇 你就少说两句吧 我们宋家也不是忘恩负义 背信惜义的 既然大叔为我们宋氏集团 拿下了百亿投资 那就不管他家境如何 有没有聘礼 我都愿意嫁入王家 可是姐 那百亿投资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宋总 你放心 既然我要让你嫁入我们王家 那绝对会让你风风光光 聘礼 绝不会少 你就算有聘礼又怎么样 你拿出的聘礼 能和我的聘礼相提并论吗 你儿子的公司市值才值五千万 你能拿出 比六千万还高的聘礼 你要是能拿出来 我跪下来 给你喊爸爸 不 我才命这种不扔气的 你少根本耍底皮子 给我问事 你就拿出来更高的聘礼啊 呦 我们家的聘礼到了 聘礼到 赠二十公斤和田沙枣青 价值五亿 赠天城一号庄园一套 价值五亿 赠金砖九十九块 价值五亿 什么 十五个亿 这出手也太大方了吧 姐 要知道 马云市集团才是值十五个亿呢 大叔 这些聘礼真是你送的 我说了吗 我会让你风风光光过门 说到做到 不可当 他就是个看门狗 他儿子公司也就值五千万 怎么可能拿出十五亿的片链 一定是搞错了 我说你耳朵聋了 也就算了 你眼睛也瞎了吗 你没看到这个帖子上写的清清楚楚的 王富贵赠送四个字吗 啊 啊 就是啊 马小川 大叔为我们宋市集团 拿下百亿投资 现在又拿出十五亿聘礼 又怎么样呢 百亿投资你输了 现在比聘礼 你一样都不行 不要是你呀 早都找个地方钻进去 哪还有脸呆在这儿 叙手的女生 你怎么敢 你这个臭家子 宋若曦是你能羞辱的吗 你还是马上要嫁进我们王家的人 你再敢对他无礼 我收拾他 大叔好霸气 好有安全感 呦 大叔 真没看出来 你还挺身仓不露的嘛 马小川 你学学人家 别因为你自己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 还不是分分钟被打脸 姐 我觉得这么亲事啊 可以的 虽然这大叔年龄是大了点 但是有钱还护妻 再说了 他能随便拿出来那么好的聘礼 说不定这是什么高人呢 怎么 你之前不是爱嫌弃大叔年纪的 只是一个保安 怎么现在缺点变优点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他这个聘礼 是把他儿子的公司给抵押了 甚至还缺带了款 所以能拿出15亿的骗礼 臭保安 你要是这么 人物的话 你们王家早就一飞冲天了 你儿子 还会苦哈哈的去经营 那么一个破公司吗 抵押 贷款 姐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大叔岂不是真的就是 打肿脸充胖子了吗 不行不行 这么爱慕虚荣的家族 我姐肯定看不上你 肯定不会嫁给你的啊 大叔为了我 不惜动用 唯一让张庆吴出手的机会 现在为了下聘局 我还倾家荡产 真是你并真心 大叔帮我们送家已经够多了 哪怕是不要财力 甚至是王家一无所有 我也愿意兑现承诺 嫁入王家 你放心 别听他胡说八道 我怎么可能去卖了我儿子的公司呢 还贷款 15个亿就是我一天的零花钱 十五亿是你一天的零花钱 你上辈子是吹皮球的吗 真能吹 你真以为你是富贵财团的会长 就是啊 王富贵 你这人按不凶就算了 没想到还吹牛 你这样的道德品格 根本就配不上我姐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每天一睁开眼 就是十五亿的利息到手 我花都花不完呢 少白日做梦了 你要是真有那本事 你拿出来证明啊 你要是能证明出来 我跪下 给你喊爸爸 你要是证明不出来 你赶紧给我滚 该滚蛋的 是你 妈 妈 伯母 您来得正好 这个臭谋案 他连拼礼都要去贷款 他根本就没有资格 迎娶若曦啊 这放眼望去整个天城 能娶若曦的 只有我马小春啊 您放心 我娶了他之后 我绝对带他吃香的喝辣的 妈 不是这样的 阿姨 您可想清楚了 如果若曦嫁入了王家 这王家以后 就是你们宋家的罹坠啊 那又如何 我宋家 一诺千金 谁帮我们拉到百亿投资 我女儿若曦就嫁给谁 王家帮了我 不管他病理多少 病理从何而来 若曦都是王家的 可是妈 你如果这样的话 不就是把姐姐 往火坑里推吗 闭嘴 咱们家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座主 你好 王先生 我是若曦的母亲 国宗 国宗 老王 这么多年 我终于找到你了 什么 老王 你是 小白兔 上大学的时候 给你喊加油 加油 加油的那个 小白兔 想起来了 拉拉队里的小白兔 现在都成大白兔了 我都认不出你了 讨厌 妈 你这上来就对着富贵 搂搂搂搂的 这也太不成体统了吧 大人的事 小孩少插嘴 叫什么呢 富贵是你叫的吗 还不赶快叫王叔 什么 你让我叫他王叔 我 你王叔 可是我大学师兄 他可厉害了 他可是我们大学 金融竞赛三届冠军 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 那个时候啊 我就跟在你王叔身后 关系 可好 还愣着干什么呀 一招礼貌的名 还不赶紧叫王叔 这以后生意上的事啊 还得让你王叔 都指点着你 他要是真有那么厉害 还当什么臭保安养 我才不让他指点呢 闭嘴 妈 你没告诉我吧 你真让我叫他王叔啊 姐 反正你一直喊他大叔 现在喊他王叔 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不一样 喊什么都无所谓 我们都是 一家人 我不同意这位婚事 你们真敢无视我 你们知道 无视我的代价是什么吗 代价 什么代价 之前我宋家 确实有资金压力 可能要记得你几分 但现在我们有了百亿投资 你马家就没有资格威胁我们了 赶紧给我滚出去 今晚宋氏家业 不欢迎你 百亿投资算个屁呀 我告诉你 我们马家 已经找到了更大的靠山 那就是美杜莎财团 美杜莎财团 华尔街百大财团之首 你们马家 竟然跟美杜莎财团勾搭在一起了 没错 美杜莎已经答应 要罩着我们 就算你们有百亿投资又死 在美杜莎财团面前 就犹如龙蚁 今天要么 你们就答应让若曦嫁给我 要么你们就等着 被美杜莎财团疯狂打压吧 幼稚 还美杜莎 只要有我在 你看看 谁敢动宋氏集团 一根老大 还美杜莎呢 你让他来试试 大叔冲冠一路 真霸情 少在这装了你个臭宝案 你还真有理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 富贵财团的会长了 混账 我不准你羞辱我师兄 赶紧给我滚 要不然我们宋氏集团对你不客气 你敢打我 今天宋若曦老子要定了 来人 马秀春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生你煮成熟饭了 到时候你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你竟然敢打我 还愣着干什么 上个 你帮我过来 不要过来 我跟你说了 宋若曦是我王家的媳妇 还当着我的面子动他 你是我干什么 我可是马车集团的总裁 我爸可是美杜夏的代理人 你动了我 你们负责了就完了 那就看看谁完了 我跟你拼了 给宋若曦他们道歉 不道 道歉 我不道 道歉 不道 道歉 我道歉 我道歉 对不起 滚 你没事吧 我 老王 你就放心吧 刚才马小春碰都没碰到他 他能有什么事 倒是你啊 刚才打好几个 你有没有事啊 让我检查检查 我没事 大廷广众 你们拉拉扯扯 成何体统 这孩子 一点眼睛叫一声 老王 我知道你现在没有老伴了 你觉得 我怎么样 我不同意 妈 我不同意你跟大叔在一起 不问你了妈 你反对什么呀 什么时候你管到你妈头上了 这孩子 这可能 这不太合适 老王 你难道是在嫌弃我吗 你以前就看不上我 这么多年过去 你还是看不上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人家能看得上你才怪 大叔只是我的追求者 心里只有我 哎呦 这个好啊 只要妈和王富贵在一起了 姐姐就不用交给这个老男人了 王富贵 我妈能看得上你 那是你的荣幸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我不同意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因为 我 我喜欢 我喜欢 抱歉 我来晚了 哎 宋夫人 嗯 我爸没见过什么市民 要是有什么办法到你的地方 还请你见谅 不要后发一般计较 臭小子 自己来晚了 还怪气我了 爸 身上和你别说话 求你了 别给我闯祸 亲生 你误会了 你爸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反而 他很好 嗯 宋夫人 以前叫人家小白兔 现在叫人家宋夫人 你果真看不起我 没 咱能比较闹祸吗 我儿子要娶你女儿 咱们俩又在一起 那不成笑话了吗 老王 宋总 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项链 我不要你送我妹妹吧 哦 老王 我告诉你啊 你可以不给我名分 咱们之间的事情 也可以不让任何人知道 但是 你不能拒绝我 你要是敢拒绝我的话 我就不让我女儿 嫁给你儿子 我说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 不讲道理啊 哼 我 接个电话 什么 我们公司遭到商业阻击 股价暴跌 先不要着急 我马上回来 宋夫人 宋小姐 我公司有点情况 必须回去一趟 抱歉 男孩子事业为重 孩子赶紧去吧 爸 我先回公司了 你也早点回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 为什么股票会暴跌啊 你们怎么来了 别提了 我们公司也遭到了商业阻击 连股票都快跌停了 别看我了 宋小爷家里约了我吃饭了 我都还没有坐下来 公司被阻击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这到底是谁干的 我听说好像是什么美杜莎财团 美杜莎小姐 你为什么不直接对宋家出手 他们现在有百亿投资 富得流油啊 不急 先做空这些小公司小事牛当 慢慢试探一下那位传奇的底线 如果他做事不管 那这些小公司就只能到处找大企业引入自己 这样就能把天成的所有企业全部拉下水 等到他们所有人都下场的时候 就是丽莎时刻 那如果那位传奇人出手了 那我就吃了他 会长 美杜莎已经开始动手了 南宫权已经到了天成想要见你 行 十分钟后 我家楼下的烧烤店 老王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我让 天家 你送 我 我去 我送的 谁都不用送 这个点正堵车 我骑一辆超兄弟名车过去就行 老王 你要记得 给我打电话 嗯 妈 别看了 人都走了 若西 你说 我要是让你王叔给你们当继父 怎么样 不怎么样 嗯 急匆匆的跑那么快干什么 肯定是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 等我把你抓个正着 解开你的真实面目 看你还有没脸追我姐 长眉长眼会不会一起拆啊你啊 你会不会骑车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你个臭宝安信不信本小姐砸了你的三碗啊 这个王叔 人家都这么欺负他了 他怎么还忍气吞声呢 以后别乱扔垃圾了啊 看见了吧 几个臭宝安 没什么尊严的 真是个窝囊废 还下来留个证据 明天我就把这些给我妈拖起来 给我追他 我们送价 才不要你这样的废物 真恶心 酒店的饭不吃 非要跑来这种地方吃个鞭撻 这环境看着都恶心 这种屠狗 怎么能跟我的男神那位商业传奇相提并论 这个屠狗该不会是要在这吃完饭 等他的狐蜂狗友过来 然后一起去西小店按摩房 不行不行 我给你拍下来留个证据 臭宝安 速度倒是挺快的嘛 还吃上烧烤了 看什么看 这张桌子是我的 滚一边去 算了 懒得和这种小店请计较 臭宝安 瞎了你的狗眼呀 居然敢弄责我的鞋子 对不起啊 对不起有屁用呀 你知道本小姐的鞋子有多贵吗 给我滚过来趴下 给老子把鞋舔干净 说说你这鞋多少钱 我赔给你 赔 你赔得起吗 你这种看门狗一年不吃不喝你都赔不起吧 实相的干净给我抢干净 思思一怒你就完蛋了 思思男友可是马家大上 年轻人 年轻人太甚了 欺负你又怎么样呀 你就是一个看门狗 本小姐这几个人欺负你是你的荣幸 别给脸不要脸 肥我舔 真是个窝囊飞 都被欺负成这样了 还能忍气吞伤 好 很好 老家伙不说话是吧 想死是吧 笨小姐 成全你 别我废了个条开门狗 住手 什么 富贵财团总裁张青龙 半夜女孩南宫许 这两个支手遮天的人物怎么来这儿啊 他们怎么朝我们这边过来啊 怎么回事 我们没惹他们吧 见过黄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好意思啊 把你的鞋弄脏了 带他们下去换鞋 是 会长 美杜莎对天成小企业杜守了 其中就有天圣集团 您看 需要我这边做点什么吗 这个美杜莎呀 把我逼出来干嘛 我跟她是没有可能 商战才刚刚开始 张青龙这边咱是能够应付 你先不要下场 暗中给我筹备万一基金就行 会长 美杜莎追咬了你十几年 不给她一点教训 她是不会罢手的 而且 她成长得越来越可怕 她成长得越可怕 对我们越有力 你们不用走到反击 等天塌下来了 你再来找我 是 是 你怎么在这里啊 王富贵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南宫学 他们会对你那么毕恭毕敬的 哎呀 他们刚才认错人了 以为我叫王富贵 就是富贵财团的会长 我就说嘛 像你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会是那位商界奇才 我的男神 如此看来 你不过就是一个保安 喂姐 怎么了 我们公司遭到了商业阻击 损失惨重 你想想办法 想要解决危机 必须先找个原创 看看是谁在阻击 宋世纪的安子清 大叔也在啊 正好天巧 妈不是说过 大叔也懂金融吗 你把大叔也带上 嗯 姐 情况怎么样 一个小时前 宋世股票突然遭到阻击 一下子跌了三成 我把富贵财团 投资的一百亿 砸进去之后 分分钟被吃掉我五十亿 他们说 可能是美杜莎财团在搞鬼 美杜莎财团 天啊 这美杜莎财团 就是一个庞然大物 我们宋世在他面前 简直不堪一击 完了完了 这下宋家彻底 我把他拿起来 完不了 继续加仓 你一个保安 你懂什么呀 你知道美杜莎财团的存在 是什么样的意义吗 还敢加仓 我比你们任何人都了解美杜莎 他一代出手 是不会给对手任何酒 很明显 这不是美杜莎的风格 区区一个宋世纪团 还没有资格让美杜莎财团亲自动手 美杜莎财团给了我们马仕集团二百亿 我拿你们练练手 顺便 住一口恶气 两百亿 姐 这怎么办呀 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流 这样下去的话 唯一的办法 只有找天成其他企业借钱了 天成其余的企业现在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你找谁去借啊 他们会借给你吗 大叔 是我对不起你 你动用了只能动用一次的人脉 帮我们争取了一百亿的投资 结果 我就在一夜之间 输了个干净 你多虑了 一百个亿而已 我动动手指套就能转回来 况且 今晚一战 还不知道路死谁着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那装 宋家都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我动动手指 都能轻易吞变 宋氏集团 宋瑞希 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跪下来 求我睡了你 我可以考虑暂停对宋氏集团的攻击 不然 我就立即吞变宋氏集团 让你们母女撒 睡大机 小兔崽子 你还敢羞辱我们王家西方 部长记性是吧 看门狗 你又打我 我告诉你 我现在有美毒沙财团成药 我们宋氏里跟宋氏妈一样 还有你 敢放送看门狗 打我 现在就让宋氏集团团 你信不信 你相信我吗 既然相信我就继续加仓 看我今天给你来个绝地翻盘 你一个臭保安 你懂什么呀 这种情况还继续加仓 这不是白单吗 不懂的就闭嘴 你一个月薪三千的看门狗 知道什么是故事吗 看得懂走线图吗 你懂什么叫商战吗 我相信大叔 姐 你疯了吗 这可是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事情啊 关键时候 你不能恋爱脑让大叔胡闹啊 不让大叔放手一搏 难道让我 向马小春跪地求饶吗 这种 我就是死 你不会去伺候他 再说了 这百姨投资本来就是大叔帮我们争取来的 现在我们放手一搏 又算什么 大叔 你只管放心去做吧 账户上的钱 全部由你来决定 苏若心里就别再挣扎了 没用啊 我奉劝你 还是乖乖洗干净地等你 涨了 真的涨了 这怎么可能 宋氏集团的市值 居然找回去了 还抱赚了两百亿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宋氏都只剩下一口气了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信不信都没用 你们已经输了 大叔 我们翻盘了 你太棒太棒了 跟大叔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大叔 你是怎么做到的 小白兔 你妈不是介绍过我吗 金融天才 今天的场面 小意思 你明明只是一个宝啊 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不是我厉害 而是你们马家操板手跟你一样 太垃圾 那又如何 我最后有 美杜莎财团 我现在就找美杜莎拿钱 敢拿钱砸死你们 抱歉啊 现在马氏集团已经不姓马了 就算是钱砸起来 也只能是便宜了宋氏集团 大叔 你什么意思啊 马总不好了 马氏股票全部被低价抛售 然后被宗氏集团收购 咱们马氏集团完了呀 什么 什么 马氏集团完了 手段居然和那位传奇一样 你到底是谁 要么不出手 要么便是力挽狂澜 一击致命 大叔 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害死你了 你 早面 儿媳妇冲锋了 竟然亲我 姐 你刚才不让我抱 现在 自己倒是亲上了 你们别逮得太早 世界还没完呢 你现在 不仅是倾家荡产 还亏了美杜莎 两百个亿 还敢校长 好好想一想 怎么向你爹 和美杜莎交代吗 我说得起 我 我为了 不仅有 美杜莎 还有我大伯 马云飞 他是美杜莎的合作者 也是身家千亿的 亲人首富 你王富贵 还有宋热熙 宋天静 老子到时候 要你们都跪走 我脚下求饶 大叔 这次多亏有你 这才让我们宋氏集团 反败为胜 还赚了足足两百亿 你是我们宋氏集团的 大功臣 今天 必须请你好好喝一杯才行 这天色不早了 还早 这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呢 走吧 佳佳 你不是在富贵财团总部上班吗 帮我看看 这个人你认识吗 是的 不行 郑青龙总裁说过 会长的行踪绝对不能暴露 不然就开除掉 怎么样 佳佳 你也是这个人吗 天江 这个人 我有点异强 不是很多 不过 不过什么 你一定要和这个人搞好关系 我能感觉到他肯定不简单 到时候少不了你们宋家的好处 看来王富贵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保安 天江 还愣着干什么 走了 来了 完了 照这个速度 咱们仨的工资只有破产 太好了 这次危机 波及整个天长期 听说宋家有高人出手 直接决地辅迹 反败为胜 还掉头吞并了马氏集团 那高人肯定是宋天江 他就是学金融专业 而且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咱们有希望 天长 这次可靠你了 宋氏集团有钱有高人 宋若曦 又是你王家的媳妇 只要你出门 宋若曦 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管 对啊 天长 只要你能帮我 咱们以后 就是亲兄弟 不对 你就是我亲天 宋若曦 就是我亲妈 好好好 但是现在天色太晚了 不如我们明天 明天我们就去搞分了心 行 干杯 大叔 遇到你 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 姐 你是怎么遇到大叔的 大叔 聚相亲 走错了桌 结果 一上来就对着我一阵许愿 还真别说 大叔这许愿 真准 喝酒 庆祝祝相遇 祝祝生命 干杯 你们这 就你们这的小酒量 还喝什么喝 我送你们回家 洗洗睡吧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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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苏小姐 你喝醉了 我没醉 我真的 真的喜欢你 你说你这姑娘 我都一把年纪了 你喜欢谁不好 喜欢我干嘛 再说了 你喜欢我 我儿子怎么办 其实 我也有喜欢的人 我的一种人 是那位 曾经训习华尔街的 金融教父 你们 你们姐妹俩有毒 不对 你们母里仨都有毒 喝口茶水眼眼睛 看什么看 虽然宋若曦明华有主了 但我可以追求她的妹妹宋天娇 刘虹 我警告你啊 天圣把我的宋若曦抢走了 我审了 你可不准和我抢宋天娇啊 又不然我和你分离 谁啊 一大早乱按门铃啊 还让人睡觉啊 不是 宋小姐 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 宋小姐 是那个王天胜 王天胜要找宋总谈合作 我们不是亲家吗 现在亲家了呢 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是不是 宋小姐 我们能进去谈吗 进来吧 好一对姐妹花 哪怕是随便得到一个 甚至是短暂拥有 让我折束十年我都愿意 什么情况 我爸怎么在这里 难道 你们三个来找我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宋总 我们想要让你给我们投资一点小小的资金 顺便兼用一下您的妹妹宋天娇 投资的事情我理解 担心我妹妹干什么 宋总 是这样的 最近我们天上的企业 不是全部遭到了商业阻击吗 只有你们宋氏集团 最后决定翻盘 还翻手通病了马氏集团 这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 恰好宋小姐是金融专业的 而且还是国外留学回来的 想必这个高人就是宋小姐了 所以我们想请她 昨天的确是有高人出手帮了我们 如果不是她的话 我们宋氏集团估计已经破产了 但是 那个高人并不是我妹妹 那 那那位高人现在在哪里 还能请她再出手吗 那个高人啊 其实一直就在你身边 只不过你没有发现而已 大叔 大叔 出来吧 别躲了 王叔 你怎么在这里啊 走 你你你等你等 我捋捋 王叔 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 他 难道 你们昨晚 咋 不愧是我叔啊 我的偶像 两颗好白菜 都被你一个人拱了 苍天啊 大弟啊 我的女人 就这样没了 给我闭嘴 再鬼哭狼 好的就滚出去 那个宋总 你没和我们开玩笑吧 王叔就一个月薪三千的宝案 是算哪门子的高人啊 你一定要和这个人搞好关系 我能感觉到他肯定不见他 到时候少不了你们做家的好处 为什么我感觉 大叔和那位传奇那么像 不行 我要再试试 大叔 你看这些后辈 不信你 要不 你再露一首呗 行 既然如此 我也就不装了 是时候让你们知道 我的根实身份了 想当年啊 我 啥 又开始了 大叔 当你大招前脚的时候了 这次出手的 是云飞集团 云飞集团 马小春的大伯 马云飞出手了 云飞集团 比马氏集团 抢太多了 完了 这下我们死定了 让给他 抛售所有的股票 什么 全部抛售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咱们直接抛售的话 等于把公司拱主向让 赶紧抛 全部抛出去 胡闹 你根本就不能股票 说不定你昨天只是 相冒碰上死耗的 才帮了凑视集团 再不抛就来不及了 想要翻盘就听我的 让你们抛就抛啊 黑了算我的 行 我抛 我抛 唉 来来来来 看吧 我早就说了 你根本就不懂股票 现在好了 咱们再刚把股票抛出去 股票就上涨 宋总 你就不应该相信我吧 他就是一个保安 根本就不懂股票 看来 是我想多了 他不可能是那位传奇 那位传奇 是不可能败的 你急什么 现在把刚刚股票 抛售出去的钱 全部买入青山基金 买那晚上干什么 谁不知道 青山基金从成立以来 就一直在亏 嗯 你这完全就让我们 把钱买送出去 只要你们买就跟着买 亏了送我的 你们急什么 行吧 既然宋总这么相信王叔 那咱们也跟着疯一绑 来来来来 神了 真的神了 怎么可能 这基金居然真的抢了 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刚买了青山基金 青山基金直接费伤 我们的公司市值 直接翻了一倍 王叔 不不不 干爹 你简直就是我的亲爹呀 简直是太神了 让我一个快破产的公司 瞬间青丝回生啊 爸 你早说你这么厉害啊 你有这本事 还去当什么保安啊 你早点出手 我恐怕早要是天朝所复 王叔还是不王叔 不管是朝馆还是撩妹 都那么厉害 你简直是我被改模 是吧 干爹啊 快告诉我们 你是怎么知道青山基金会暴涨的 这只股票亏了三年 结果你说涨就涨 简直神了 行了行了 都别捧杀了 其实呀 我也是听张青龙提前告诉我的 说今天青山基金会暴涨 原来如此 我就说嘛 要是我爸真有那么厉害 怎么可能去当保安 有时候啊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真的是运气好吗 如果今天是运气好 才让王天胜他们走过一走 那昨天呢 走了走了 昨天晚上累死我了 回家睡觉去 大叔 今晚是宋氏集团成立三十周年庆典 到时候会在富贵集团酒店举办 我邀请你参加 唉 我老人家上年纪了 啊 行 我和天胜 一定准时赴约 哎 爸 你老是告诉我 你昨天晚上 到底干什么了 昨天晚上 我也就只是帮宋总解决了危机 然后他们姐妹俩高兴 就非拉着我去酒吧庆祝一下 结果没想到他们两个不胜阻力 当场就喝醉了 完事之后我就送他们回家了 啊 真的 臭小子 你还不相信老子 老子只是把他们送回家 然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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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的姐妹花啊 咋就全部跟着我干爹跑了 先生 你就不能学着点 哎 哎 快看 送天桥主顿去找王叔了 怎么了 大叔 能不能帮我个忙 你要我干什么 我同学在楼上唱歌 其中有一个叫做成文才的家伙老缠着我 同学们也跟着起哄 让我去露个面 你能不能冒称一下我男朋友 帮帮我呀 也好让成文才死心 这个 好不好吗大叔 人家求你了 哎 行行行 你别晃了 再晃 我这把老骨头就要死架了 我就知道大叔你最好了 天哪 我的女神哪 楼上就是KTV和可放 我的女神肯定带着我干爹 去房间深入交流了 咱们今天可是沾了陈总的光啊 不然的话 平日里哪有机会来这种地方 这里可是富贵酒店呢 那当然 谁让陈总年少有为 是暗夜女皇南宫雪 手下的四大助理之一 年薪五百万呢 这算什么 现在社会比拼的就是资源 陈总现在接触的都是顶级大人物 十早夜飞冲天 低调 低调 哎呦 娇娇 好久不见 你这人干什么 一上来就啰啰包包的 也不害臊 你个臭保安抖个屁 时间米国打招呼 都是先拥抱 可惜这里是大夏 你也是大夏人 怎么 难道你连大夏的基本礼仪都忘了吗 别再这装了 别以为今天穿身西装 就能掩盖你是保安身份的事实 这地方你消费得起吗 不错 这里是你个臭保安能来的地方吗 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还不亏管 郑重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男朋友 王富贵 娇娇 你说这个保安是你的男朋友 他算个什么东西 他有什么资格做你的男朋友 为什么就不能是我男朋友啊 反正我家里有钱 开心就好 你们都是我的同学 现在我好不容易找到男朋友了 你们不是应该住好我吗 既然是天娇的男朋友 那天娇喜欢就好 对对对 来都来了 快过来坐 别站着了 大家一起聊聊天 陈总 您平日里头怎么打发时间的呀 我的时间 全部排得满满的 哪里存在打发时间的事情 墙这里啊 我都跟着南宫小姐到处硬着 没办法 南宫小姐太信任我了 出入必须有我跟着 虽然有点累 但那些都是非富即贵的人 现在不及 以后更加高攀不起了 佳佳 改天我介绍几个大人物 给你认识 多认识一些大佬 没有坏处 谢谢啊 不用了 我有大叔就行了 真是不识抬举 陈少经过最大的人物是哪个啊 那当然是张青龙张总啊 对了 我们不但是合作伙伴 还是最好的兄弟 经常一起吃饭喝酒 臭宝啊 没看到老子在讲话吗 你笑什么笑 你是抗计我吗 没事 我只是想起来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你这种社会底层的垃圾 城市里能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大叔 您平日都干一些什么 嗯 也没什么 也就上个班 没事的时候喝点小酒 果然是社会底层的垃圾 混吃等死的东西 一个开门狗而已 还一把年纪了 除了混吃等死还能干嘛 就是啊 主要是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该尝试的都已经尝试过了 比如有事没事买个楼盘 投资个三五十亿 三五十五个亿 大叔 你本事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啊 你知道三五十个亿 到底是多少钱吗 你要真有三五十个亿 放在银行里面一天的利息 都抵得上你一辈子的工资了 还敢气得保安啊 话不能这样说 说不定 人家大叔 就是很有本事 现在老了 想要体验生活呢 小伙子果然还是你有眼力见啊 不愧是他们当中混得最好的 实不相瞒 这个富贵酒店 就是我的产业之一 大家今晚随便走 全场 有你们王叔买单 陈总 您不是打电话了吗 这 张总 这平时你死了 而且都这么晚了 让我电话打过去 那不是影响人家休息吗 放心啊 请有时间 一定带你们认识认识 菜 这王富贵 怎么说 是咱娇娇带的 咱不能当着娇娇的面 打他的脸 还是陈总想的周到啊 是我们啊 考虑不周了 哈哈 既然你不打 那我打给他 喂 小张 你在不在这个富贵酒店啊 在啊 巧了 我也在 我就在那个 这东西 你一个看门狗 我对张总说话 都是客客气气的 你居然在这 对张总大呼小叫起来了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大哥 你稍等 我马上就过来亲自接待 算了 我就是打电话 跟你说一声 今晚这尊相的答案 算我头上就行 你这说的 哪里换 富贵酒店 怎么可能收您的钱呢 你尽管玩 我分顾经理免单就行 客气客气客气 我跟你说个事啊 我听有个叫陈文才的 他说他跟你关系不错 平安经常吃饭 陈文才 我不认识这个人 没听说过 不可能吧 他说他是你兄弟 你还特别欣赏他 大哥 你是不是越见骗子了 南宫学和美东杀他们我手 但是陈文才 我真的轻得没 大哥 快过年了 骗子多 你要小心啊 行 我知道 早点休息 陈少 张庆龙说他不认识你 咱俩认识的 不是同一个人 你一个臭板 谁能证明 你刚刚是给张庆龙打的电话 说不定是你找的演员呢 张总已经吩咐过了 他说全场消费都是由他买单 大家可以尽情吃 尽情喝 什么 陈文才 听见没有 全场消费由张总买单 生命刚刚跟大叔打电话 我这个是真的张庆龙 我这个是真的张庆龙 难道你认识那个是假的 年底了 骗子多 你得小心 别上当受骗了 天娇 你藏的可真够深的 你男朋友这么厉害 你不早说 是啊天娇 是啊是啊 你男朋友到底什么身份啊 居然连张庆龙张总 都对他这么恭敬 天娇 你正好不容易找了个男朋友 你可得好好珍惜啊 大叔好 大叔有安全感 总得体骗人 来来来 让咱们 请天娇 和他男朋友一杯 祝他们白醉先老 干杯 干杯 不醉不归啊 不醉不归啊 来 为咱们设计的女神 干杯 不 今晚这天长 又度了三个上线的男人 你们三个 知不知道王富贵去哪了 楼 在楼上 她和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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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 你爸呢 楼 在楼上 楼上 楼上是客房 难道 老王 把房间开好了 等我 看来今晚 嗯 要不 咱们也上去看看 大叔 我走不动了 你扶我回房间 休息一下吧 哎 我就不该大爷 冒出你男朋友 这不当我回 这点烦吗 哎呀大叔 你就帮忙帮到姐 大叔 你实话告诉我 你到底是谁 你是不是 那位曾经的 商业传奇 你如果不是的话 那为什么像张青龙那样的人 会对你毕恭毕敬呢 那不过是张青龙 便在往人家 卖了面子 骗子 我才不傻 你帮宋氏集团 解决危机的手法 跟那位传奇一模一样 而且 而且 我知道 青山基金 就是富贵财团名下的 备用散户之一 真正能决定涨停的 只有那位金融界传奇 所以 你就是他 你 你 认识我呢 宋小姐 你干嘛 你静一点 大叔 我亲死呢 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承认 你就是他 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崇拜你 当初我就说了 我送天交的男人 只能是那位商业传奇 没想到 虽然是你 我都一大把年纪了 年纪算什么 我不在乎这些 大叔多好 又会照顾人 又有安全感 大叔 你就答应我吧 大叔 睡了吗 我能打开 大叔 你干什么 我只是让你撞我男朋友 没让你吹牛啊 你知道这一晚上 消费得多少钱吗 好几十万 就你那三千的月薪 你拿什么买的 我这不是给你出面子吗 总不能让人家看不起你 再说了 我也没吹牛啊 现在是张青龙在达里敷个酒店 我打个电话给他 让他处理一下就行了 老唐 装买张叉了吧 你刚才没听见陈少说的吗 他跟张总啊 可是好兄弟呢 信不信 分分钟拆穿你啊 就是 撤保安 你说你认识张总 要不 我现在就打一个电话 问个张总 好 你给他打电话呀 陈总 打就打 现在就给张总打电话 借穿这个穷保安 让他呀 把脸丢尽 不错 就是一个开门的 别敢说认识张总 今天陈总就让他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关系 你倒是打电话呀 愣着什么 难道忘记电话号码了 打就打 这是你逼我的 大叔 我知道你在哪儿 开门呢 大叔 这事可千万不能让我姐知道 要是让我姐知道的话 快就完了 你帮我衣服一下 好 这跑路的麻流速度 搞半天 你在这儿跟我装醉 大叔 大叔我知道你在里面 快开门呐 哎 来了 哎 不是 宋总 你这是 大叔 我好像喝醉了 你不让我进去休息一下吗 你 你也喝醉了 怎么了 不可 难道 你的房间 操你人了吗 没有 没有 宋总 你慢点啊 哎 大叔 你喜欢我吗 宋总 你在说什么 我说 我喜欢你 不是吧 姐 你不能给我抢啊 不行 大叔是我的 绝对不能让姐姐 接触新灯 老王 快开门啊 我有急事要找你 不会你想的那样 我和你妈 老王 我知道你在给我准备精神 所以呢 我去前台 拿了备用房卡 你误服一下 千万千万别让我妈妈知道我在这里 我 我 哎 别 天兄你 好巧啊 姐 老王 我是你的小白兔 干杯 老王 难道你不想你的小白兔 老王 我告诉你 不管你接不接受 今天晚上 我一定要得到你 要不然我谁也不甘心 金鱼啊 巧 巧巧的瓜 不甜 傻瓜 我当然知道巧巧的瓜不甜 但是 能吃可 我可跟你说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就算天花老子过来 也保不住 爸 你睡着没有啊 干爹 快开门啊 今晚呢 我们要和你素席长谈 你教教我如何这道女神啊 干爹啊 老王 你去应付一下 我先躲起来 记者 别让人家等太久了 你呢 干爹 你们三个臭小子 有完没完 喝醉了酒 就去房间休息 干爹 你是不是把宋家姐妹 都给拿下了 兄弟 等会是兄弟啊 拿下就拿下了 哥几个 绝对不嫉妒你 臭小 你在胡说八道 心里老揍你 我说 我说 刚刚那个胡说 胡说好像说扯您 黄叔您就说 您到底是喜欢胡说 还是喜欢 您喜欢宋家姐妹啊 今天早上拜访的时候 看您穿成那个样子 说不定那天晚上 黄叔还是 宝刀为老 你们两个小白眼的 居然敢破坏我姓呢 捞你个头啊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误会了 我跟他们都是清白的 没有半点关系 那不是宋总的包吗 为什么在这个房间里 这 这是宋全焦的发家 怎么也在这个房间里啊 这不是 屋走的那个焦吗 也在这里 难道 看什么看 他们不在这儿啊 胡阿姨 您怎么在这里边啊 难道 你们三个 和我干爹 臭小子 在说什么呢 火带若曦 还有天江 这次来呢 主要是为了感谢老王 毕竟呢 要是没有老王 我们宋氏集团 恐怕早就破产了 对吧 胡阿姨 你就别言识了 我之前在宋总的别墅里 看到我干爹和宋总他们共处一室 而且我干爹还穿着短衣短裤 宋总他们还穿着睡衣睡裤呢 什么 不是 臭小子你喝醉了 你闭嘴少说话啊 不然会毁掉宋总他们的名声的 那天晚上宋氏公司遭遇商业嘴击 我出手帮他们解决危机 两姐妹就带着我去酒吧 庆祝了一下 结果我和妹妹不胜酒力喝醉了 大叔担心我们在酒吧过夜不安全 就把我们送回了别墅 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 加上大叔工作了一天还喝了酒 就在我们的沙发上休息一晚上而已 是的是的 我们和大叔什么事都没发生 当真 靳雨啊 你不相信我 难道还不相信你两个女孩 你看他们像是这么没有原则的人吗 太好了 这么说大叔和我的女神还是清白的 我岂不是还有机会追求我的女神了 太好了 抱歉我接个电话 王福贵 哪里去了 两天没来上班 还想不想干了 赶紧给我滚过来 不然他就滚蛋 勇哥 别生气啊 我马上过来 马上过来 抱歉啊 我们保安队长 让我立即过去一趟 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老王 看什么看 王阿姨 你们真的只是来感谢我爸的 要不然呢 那你们为什么穿这么少 我总感觉有些怪怪的 还真别说 王阿姨他们穿这么少 难道这感谢是想要以身相许 天气那么热 我们穿的凉快一点又怎么样 你是不相信我们 还是不相信你爸的人品 你这当儿子的 有你这么质疑你老子的吗 还是你希望我们母女都跟你爹九点生 我 说吧 今天到底什么情况 你们为什么会在老王的房间里 难道你们也对老王有什么非分之想 没有 不行 大叔就是我要找的金融界传奇人物 绝对不能让妈妈和姐姐知道 杰族先登 妈 我只是觉得王富贵虽然帮过我们宋氏集团 他毕竟只是一个保安 前途有限嘛 再说了 王家和宋家比起来更差远了 我怕妈妈你被王富贵蒙骗了 就去劝王富贵 有点自知之明 对 我也不认可这么回事 妈 你还是趁早对王富贵死心吧 行了 你们两个闭嘴吧 我们大人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 就你们两个丫头骗子根本不懂这个 我喜欢王富贵二十个人 这一次不会再放手 我一定要追到 你们两个有空帮我筹划一下 看看怎么帮我把老王追到了 不行 绝对不能让老妈把大叔给拐跑了 妈 我再说一句 我反对 你不能跟大叔在一起 就是啊妈 你都一把年纪了 好好享受生活就是 你还搞什么黄昏恋啊 我可不想多一个后父 你们两个小丫头骗子 气死我了 以前你们不是这样说的 天天催我找个伴侣陪伴 现在怎么都反对了 我不管 王富贵 我追定了 妈把话给你们撂这 天王王子 反对都没用 妈懂真格了 看来我必须得尽快得到大叔的好感 绝对不能让姐姐和妈接触先动 勇哥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两天真是有点要紧的事情单子了 我给你保证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 一天天的救你破失罪 三天两头的请假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真是富给财团的会长 杀 肯定杀 勇哥您消消气 大人有大量 别后一般进去 滚 谁抽你的垃圾 你的垃圾 垃嗓子 不就是个保安队长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虽然敢这么欺负大叔 王副冠 今天上完班 银片礼节了 为什么呀勇哥 你就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 我这个很喜欢这份工作 为什么 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我真不知道 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 你说我敢 大人跟屁 是因为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你得罪谁了 我最近没招惹什么业主 你得罪的 白了 这不是昨天给张青龙张总打电话的王富贵 怎么这么狼狈 你来这干嘛 还嫌你昨晚不够丢脸 还说 我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你呀 就是一个没权没事的臭宝 不过是授天娇拿回了用语的打电牌而已 昨天 张总对你那么客气 那是因为张总欠了这个人情 但是你帮了宋家 这个人情 就你就完了 我真以为 你是什么大主 没想到 你就是一个扯虎皮 做大旗的废 还敢羞辱 真是不知死 真的 这王富贵已经被我开除了 想怎么处罚 就怎么处罚 原来是你砸了我的饭 没错 是我让他开除你 你昨天不是挺小张吗 接着给我狂啊 别想给你 跪下 道歉 再把宋天娇约出来 然后再乖乖的送到我床上 我就可以饶了你这条狗命 否则老子就断了你的双手 年轻人啊 追女孩子就要堂堂正正的 玩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不愤了啊 老子想干什么 还轮得着你来叼我吗 要是不答应 老子今天就废了 陈总 这王富贵真用这拳脚功夫打 有拳脚功夫又抖啊 知道我今天带谁来 你敢看门狗 也敢跟我兄弟相女 老子今天让你知道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活 居然是赵三刀那个该死的过关 不行 不能让他欺负大叔啊 你确定你今天要让我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活呢 你个臭看门狗 我刀哥都到了 居然还敢冒上我刀哥 知道我刀哥的名字 就算了 那你跟我说说 这名字怎么来的 我刀哥 那可是杀人不诈意 杭侃三条爹的屯子 不想死 就赶紧跪下来给我 拖头道歉 老子 刀哥把你大戏八旷 让你死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刀哥 刀哥 可依而在的背刺我 谁叫你得罪的人是陈少呢 我劝你还是乖乖听陈少的话 免得手脚被打断 去做乞丐 看门狗 还不赶紧道歉 最把宋天娇 送到老子床上 会写道歉 你不配 而且我也不会让你抓害宋天娇 所以 今天倒霉的 值得是 刀哥 给我废了他 我信你 刀哥 你 你打我干什么 你 将死便带上老子 瞎了你的狗眼 知道周惹的是谁吗 刀哥 你这是什么话呀 你不是 杀人不眨眼 狂砍三条街的存在吗 这老灯 他就是一个开门狗啊 去 你打一门 瞎了你的狗眼 连我王哥都敢周惹 让你不张眼 老子让你确定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刀哥 怎么回事啊 这 怎么回事 我王哥实力惊人 你这手就能捏死我 你让我们砍他 不是让我们招死吗 给我打 打 刀哥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这 这王富贵 他就是一个开门狗 三千块钱 他能有什么实力啊 开门狗 再敢招惹王哥 老子弄死你 王哥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们还愣着干嘛 上塞的 还不够吗 听王哥道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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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 赶紧滚吧 别堵着路 不安夜主进出 好嘞 现在滚 现在就滚 把这垃圾带走 快点 还得是大叔 只要非白两道通知 真帅 大叔 你刚才好帅啊 大叔 你刚才好帅啊 不是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下班啊 我肚子饿了 可不可以去你家蹭顿饭啊 这个 我家里有点简单啊 我不介意的 嗯 行吗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走吧 刀哥 说什么呢 她可是咱们天成 紧追宋若曦的绝色美女啊 她怎么会对王富贵投怀送抱呢 去她家 王富贵 真是走了高学院啊 我说这王富贵怎么三天两头的请假 原来是棒上白富美啊 这好好的一颗白菜 被什么猪给拱了 大叔 到了 下车吧 我家里真的很简陋啊 要不咱们还是去外面吃吧 我请客 不要嘛 外面的饭菜 哪里有大叔你亲手做的好吃 家里简陋才好呢 到时候看到你家里的简陋 姐姐的闺蜜团 肯定会劝姐姐离开你 贵家 素来 带我姐 金金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咱都这么久没见了 正好今天莉莉也在 我们一起吃个饭聚集怎么样 公司今天事情有点多 哎呀 若曦 你出来吧 我们就吃个饭而已 要不了多久的 我们都这么久没见 你难道不想我们吗 再说了 工作这东西 永远都做不完 对不对 你就出来吧 我向你保证 今晚 绝对有个大惊喜 行 你把定位发给我 我过去找你们 家里确实有点简陋 还有点乱 慢点 好啊 别介意啊 待会我姐姐看见后 肯定对你的形象大打折扣 说不定就放弃你了 我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了 乱点好 什么意思 怎么没什么意思 家里乱点 说起来说话 你们要带我去哪里啊 等会你就知道了 我们要去见的人 你也认识 走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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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儿 这样这小区条件太差了吧 连电梯都没有 连电梯都没有 这还是人住的地方吗 这什么地方 四房菜 你进去就知道了 这有惊喜 怎么了 别当 你们在干什么 好啊 你就是王富贵是吧 果然不是个好东西 居然敢对若曦的新妹妹下手 若曦 听说王富贵要追求你 你现在看看 他根本就不是个好人 你千万别被他骗了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天骄只是帮我拿掉脸上的菜叶子 刚才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还想狡辩 就是 你什么身份 竟敢勾引我们家天骄 宋总 你总要相信我吧 我跟天骄真没什么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行了 我相信王富贵不是这样的人 你怎么在这里 我肚子饿了 大叔就邀请我来他家吃饭 我就跟柳静说 大叔厨艺很不错的 让你们一起来尝尝 来来来 正好到饭点了 你们来得正好 不如和大家一起坐下 一块吃个饭吧 你这饭菜是给人吃的吗 不仅寒酸 看着就不干净 让人觉得恶心 若曦 我还以为是哪个爸总 俘获了你的芳心了 结果 就这 大叔好心情 我们吃饭 你们两个怎么能这样 哎呦喂 我的好闺蜜 这 我跟莉莉 我们俩可就是为你着想 总不能眼睁睁 看着你被他给骗了 哎 臭宝安 你最好有点自知之明 再敢纠缠我闺蜜 小心我们对你不客气 大叔 你别怕别怕 就算他们都嫌弃你 我也不会嫌弃你 不会抛弃你的 大叔 你别误会 我也绝对没有嫌弃你的意思 你别听荆棘和莉莉她们胡说 哎呀 若曦啊 我真的是为你好 你怎么就这么死心咬不开窍呢 就是啊 若曦 我们这也是怕你被骗 我们越南无数 唯独你 连恋爱都没谈过的 太容易被骗了 而且 她还是个没前途的臭保安 还家徒四弟 根本就配不上 你们要是真为我好 就不要再说话了行吗 我 咱们这饭是吃 还是不吃 吃 来都来了 那我们就来尝尝 底层人物做的饭菜 来 这是82年的拉菲 今天中午 咱们喝点好的 大叔 我的这两个闺蜜心直口快 但人都是好人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我家里没有开红酒的开瓶器 你们等我一下啊 要不然我喝这个吧 谁要喝你这假酒 我这可是82年的拉菲 价值五十万 你喝过这么好的酒 知道五十万有几个零吗 你不喝我这好酒 去喝你那十块钱一瓶的假酒 真是心底足啊 莉莉 你少说两句行吗 你再这样 我可要生气了 哎呀 若熙啊 我跟莉莉 不是故意羞恶她 我们可都是为她好 这种假酒喝出毛病了怎么办 我这不是十块钱一瓶的工业酒精 不是十块钱 就是一百块 有什么区别吗 臭宝安 我提醒你一句 少喝这种低价的劣质白酒 到时候分分钟酒精中毒嘎掉了 到时候你可哭都来不及啊 大叔好心把他珍藏的酒拿出来给我们分享 又没有恶言 你们两个这样说 会免也太过分了吧 大叔啊 没事 你要是喜欢喝白酒的话 以后我给你买 我也不嫌弃你 只要你拿出来的酒 我都喝 大叔 你给我盗你这个茅台 哪怕是假酒 我也喝 我也喝 哎 你们两个还真是好赖不分啊 这假酒喝出毛病了怎么办 我 我这个茅台啊 它不是假的 也真不比那个红盖的拉菲差 光复棍 你瞧瞧你这个假 就差把穷字写在脸上了 还在这吹牛呢 张力 你能别说了吗 大叔不会拿假酒欺骗我们的 说不定 这瓶白酒是真的 哎呦 我的好姐妹 你可以傻 但是你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呀 正常来说 茅台上的标签颜色 应该是红色的 你再看王复棍手上那瓶标签颜色 这一看 就是假冒茅台的山寨酒 十几二十块钱的冠状完人 这要是把咱们搁出问题了 怎么办 它真没有问题 我自己都喝了好多年了 一点事儿不行 反而啊 睡得香 那是因为你喝假酒喝习惯了 所以没有问题 我们一个个的身骄欲贵 那喝一口假酒 可是要出人命的 大叔真正的身份 可是那位传奇 怎么可能喝假毛台 这绝对是真的 这酒你们要是不喝的话 估计以后就再也喝不到 我怎么就这么烦你这种 没钱又爱瞎装 你这假酒 看着就爱你 哎 别 柳静 你怎么把那酒 说摔就摔了呢 就是啊 他再不值钱 你也不能摔碎他呀 你这样做 我会伤了大叔的心啊 大叔 柳静也不是有意的 他只是不小心手滑 你放心 我给你买一箱 飞天毛台补茶 哎 不用不用 这酒啊 我也已经喝腻了 碎了就碎了 只不过就是你们 失去了一次口服 口服 少喝了一口假酒吧 你这是棒铁天物 怎么啊 天娇 你不过也要相信 这个打肿脸 愁胖子的穷宝安吧 你知不知道 跟那里摔碎的酒 价值多少 那不就是一瓶 强茂的茅台吗 而且盗版的一点水平都没有 你看 连标签的颜色都错了 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假的 市面上呀 根本就没有这种茅台卖 可见呀 连鱼木棍猪的价值都没有 最多 也就值个几十块钱吧 是啊 市面上是没有 因为这酒 是汉地茅台 什么 汉地茅台 我想起来了 汉地茅台一共只有六瓶 在十年前 被一位神秘人 以六千万的价格全部拍下 现在十年过去 单瓶的价格 已经有人出价到 一个月了 什么 一个月 这怎么可能啊 你看 一模一样 大叔 你说你都这么有钱了 怎么还出来干保安啊 我真的是不小心打碎 你到汉地茅台的 没事 你们是宋小姐的公平 也就是我的好不好 不过一瓶酒而已 没事 谢谢大叔 太感谢你了 姐 我这也是在为你考虑啊 大叔虽然是帮我们 拿下了百亿皮鲜 按照约定 咱们的确应该联姻 但是你看啊 大叔他年龄大 又穷 还是个臭保安 你可是我们宋氏集团的总裁 你嫁给大叔 都丢我们宋家的脸啊 是不是 宋家一诺千金 大叔是穷还是富裕 我都要 那那那 宋家是一诺千金 但是吧 只说了嫁女儿 也没说嫁的一定是你啊 是不是 所以 就让我这个不成亲的妹妹 替你嫁了吧 这样 既维护了宋家颜面 也遵守了宋家承诺 就是啊 小姐 你看看人家天娇 多心疼你 多体贴你 那是当然了 从小 姐姐就一直绕着我 现在长大了 不该做姐姐 分担分担了 若曦 你看看 人家天娇为了报答你 虽然愿意伟宣给这样一个大叔 能有这样一个好妹妹 你就拖着乐吧 宋天娇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盖着 是我先遇到大叔的 你休想从我这里把他抢走 可是姐 你跟大叔不合适 要要不 你让一让妹妹吗 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抢不抢让不让的 就不能两姐妹 一起享用吗 两姐妹一起享用 你想的倒挺美 什么意思 没什么 我只是跟天娇 聊了一些小时候的事 对对对 我们只不过 聊了一些小时候的事情 不好意思啊 家里也没有杯子了 我平时喝酒也用的碗 真是个土包子 连高脚杯都没有 这几个碗就和路边的狗碗一样 都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了 用这个完成八二年的拉菲 真的是报铁天物 刘静 你是来吃饭的还是来挑刺的 你再这样 我可真要翻点 我车里还有一瓶喝剩下的拉菲 等一下我去拿来给你 算是伤给你的了 不用了 你的这个红酒我喝不惯 你可闭嘴吧 你知不知道这八二年的拉菲 到底有多金贵 随便喝上一口 都抵得上你一个月工资了 施舍给你 你就别在这里不知好歹了 等一下 怎么了 宋总 吃这个碗没洗干净吗 不可能啊 我刚从消毒柜拿过来的 要不去 别动 怎么了若琪 你是不是也觉得 用这个碗筹红酒不合适 根本就没法醒酒 严重影响口感 黄富贵 只配喝点 廉价的劣质白酒 没有接触过高档东西 自然也不会平衡我这八二年的拉菲 不过没事 我车上刚好有醒酒器 你下去拿 这些泡碗也不知道用了多久 看着都觉得语气 扔了算 住手 这 这 这可是大明时期御用的青花词 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啊 这确实是青花词 听说流传下来的一共只有四个 现在每一个价值至少在两个月以上 什么 两个月 哇 这要不要这么夸张的 不是说好了 这个大叔是个穷鬼吗 这到底怎么回事 刚刚一停酒就价值一个亿 现在一个晚个是价值两个月 还好 我刚才没把它扔了 要不然 把我卖了都赔不起 大叔 你真的是一个宝安吗 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 真的是一个宝安能随手拿得出来的吗 你们都看到了 我真的就是一个宝安而已 这些碗也是别人送给我的 它值多少钱我还真不知道 反正东西生产出来不就是让人用吗 一块钱的碗和两个亿的碗都一样 我的好闺蜜 你这次真的是遇到宝了 这大叔绝对是个宝藏了 就是 一亿的酒 两亿的碗 虽然不是他自己买的 但是能让别人赠送那也是一大本事 不然怎么不送给你我呢 怎么 你们之前不都还觉得大叔配不上我吗 哎呀 弄不上我看作眼了嘛 这谁能想到这大叔深藏不漏啊 随手拿出的东西 都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宝贝 若新 我判断 大叔 绝对是一个隐藏的大佬 出来干保安 绝对是为了体验生物 隐藏身份的 你可一定要抓紧啊 啊 这柳记有什么意思 我让他来拆占大叔和请 现在居然反水了 太扯误了 不行 我必须得想想办法 大叔 这可是汉地茅台 可以算得上是全世界最贵的酒了 都这么好了 怎么还出来当保安啊 我这个酒啊 是别人送的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到底是多少钱 什么 别人送的 何着不是你拍卖回来的 那你岂不是也没有什么牛子的身份 还不是土包子 吓我一跳 我就说 你怎么可能 御手拿出来的一瓶白酒 就是价值上亿的珍藏白酒了 原来只是真光 那剩下这一瓶 你就收起来吧 改天拿出去卖了 今天就先喝我爸您的拉杯吧 不用 就一瓶酒而已 既然拿出来了 那要收回去的道理 我说你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 毕竟一个亿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一个亿足够改变你的命运了 没关系大叔 你要是不喜欢喝红酒的话 我去给你买白酒 你的这一瓶茅台呢 就先留着 等到我们结婚的时候 再交杯酒 好好好 很好 我亲妹妹当着我的面狂腔 我的两个最好的闺蜜还反向中国 你又拿老年人开玩笑了 随便喝点 别争 你们先等着 去拿杯子 你们三个 今天是铁了心的要拆散我和大叔是吧 咱们不说这些了 吃饭 吃饭 快点吃饭吧 再不吃菜凉了 等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 这个就是暂时用来当桌不用的 大叔 我可以看看这幅画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 你们这都什么表情啊 难道这幅画也是文物 这是唐波虎的油调毒 价值至少十个亿 居然只是用来垫桌 什么 十个亿 这怎么可能 你肯定搞错了吧 若西说的没错 确实是油调图 我家是专门表胡自画的世家 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不过真假 我再让你直接看看 是吗 这是我的一个外国朋友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我还以为是他在街头地摊上随手买的 大叔 你这满屋子都是宝贝 你到底是有多好啊 等会儿 这桌子 这桌子竟然用的 也是最上等的金丝楠木 没有没有 就是个普通的桌子 不是 文富贵 你知道这桌子有多昂贵吗 这一整套的价值 至少在十个亿以上 我的天哪 这难道就是真正有钱人的世界吗 如此的朴实无华 必定要奢华有内涵 我现在越看大叔越帅 越看越顺眼 静静 怎么样 我的眼光不错吧 你们现在还觉得大叔配不上我吗 睡下完了 本来是想让柳静和张力搞破坏 让姐姐嫌弃大叔的 他太好 他更喜欢大叔 姐姐 你跟大叔啊 不合适 你再考虑考虑 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呀 大叔会照顾人 心疼人 这样的好男人 就是提着灯了都找不到 而且 大叔也有资本 实打实的隐藏大富豪 我跟他在一起 也不会有人嘲笑宋子 可是 可是什么呀 你不是说为我好吗 现在没了后顾之忧 你没理由和我抢了吧 我现在就跟大叔表白 大叔 对不起啊 之前说我有眼不识探山 冒犯了你 没事 大叔 我今年二十四 红花大闺女 清白世家 上得厅堂下的厨房 还懂情趣 你什么意思 大叔 我想嫁给你 给你生好嘴 还真是防我防盗防闺蜜啊 静静 不带你这么结胡的 对啊 柳静 我今天叫你来 是让你打压大叔 偏踢大叔的 你倒好 跟我们强起来了 我们都是好姐妹呀 那我是我们四个姐妹当中最全的 哎呀 你们就让上我嘛 好不好 啊 刘小姐 你年轻 漂亮 又有钱 我配不上 啊 而且我暂时不考虑个人问题 哎 不对啊 大叔 你那天给彩礼的时候 还不是希望我姐早点加入网家吗 我那是给我儿子 等一下 这幅画是假的 我刚把油调图拍照发给我爹 我爹说 真迹在他一个米国朋友杰克斯手里 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所以 这幅画是艳术 一文不值 好啊 你个王富贵 竟然拿一幅假画出来骗我们 差点就上了你的道了 大叔不是那样的人 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若西你还看不透吗 王富贵弄了那么多艳术 就是为了装有钱人 骗财 骗色 大叔真的不是这样的人 这其中一定是有误会 大叔连十五亿的彩礼都拿得出来 怎么可能弄点艳品来假装有钱人呢 你们姐妹俩可真是恋爱呢 事实都摆在面前了还不相信 难不成我爹在撒谎吗 就是 那张伯父 他可是古玩大咖 而且 他也不认识王富贵 怎么可能污蔑呢 王富贵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给我老实交代 这幅画的底细 再不说实话 我就让张伯父过来揭穿你 这一幅画真假 我还真不知道 不过 我可以告诉你 他就是那个叫 杰克斯的送过 黄富贵 你扯黄扯得可越来越大了 还杰克斯送给你的 你知道杰克斯是谁吗 米国石油大亨 千亿世家 我爹能跟他成为朋友 那也是因为有张青龙张总牵线 帮杰克斯拍下这幅游调图 才能获得友谊 你算什么东西 还杰克斯给你送话 张青龙来电话了 不好意思啊 姐姐 不了 美杜莎财团亲自动手了 第一步就是要对天城集团展开商业组计 要不要 美杜莎出手 绝对不可能仅仅只针对天城集团 她这是要洗牌整个天城的企业 打压整个天城的股市 那我们该怎么办 你联系南公雪和杰克斯 让他们在十分钟内准备好万一同金 若替 若曦 你就听我一句劝 你还是别和这个保安联系了 效不然 你迟早会遭殃 就是 一会儿杰克斯送游调图 一会儿让张青龙筹备一万亿 像他这种爱慕虚荣的男人 会把你和宋家的脸都丢光的 不是 刚才就是张青龙给我打的电话 大叔 我能理解你现在想要找回面子的心情 但你和张青龙的那点关系 早都用过了 我从来都不在乎你的年龄和职业 也不在乎你有钱没钱 但我不能接受你的虚荣 宋总 我真没有打肿脸充胖子 但是我现在没时间给你证明 我劝你最好让送手股票修饰 美杜莎财团要血洗天城企业了 不可能 我们和美杜莎财团无冤无仇 他们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针对天城企业 因为美杜莎想要把我逼出来 把你逼出来 你还真以为你自己是个隐藏大佬呢 要不要一点脸啊 什么事 宋总 我和许强的天上体验 全部遭到了美杜莎财团的商业组计 我们想找你借十个亿补仓 难道 王副会说的都是真的 先生 美杜莎亲自出手 别说是十个亿 就算是把整个宋氏集团的资金都给你 你也保不住 那怎么办 天上集团是我这么多年的心血 难道我就眼睁睁的 我已经让张青龙准备万一资金 你先过来 按我的指示来操作 只有这样才能保得住天上集团 装 接着装 装得还挺像 都学会找你儿子过来 专门给你跑赶了 你们父子俩可真是一休之贺呀 若西 你现在看清这个王富贵的真面目了吧 为了骗人不择手段 简直一点下线都没有 大叔你真的让你儿子来给你演戏 那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宋总连你都不相信了 大叔我不在乎你有钱没钱 但我真的不想让你这样自欺欺人 大叔他们不相信你 我信你 我只能跟你在一起 谢谢天娇 等这次危机过来 我就安排你去做南宫雪助理 让你也成为商业主 大叔脚踏实地一点不行吗 算了 不说了 吃饭吧 怎么样了 万一资金已经准备好了 你和南宫雪新过来吧 张力你干什么呀 王富贵 你能不能别装了 你装的不嫌累 我看的都嫌累 你凭什么这么说大叔啊 难道就因为大叔是保安 你们就可以如此不相信大叔 如此瞧不起大叔吗 你们知不知道 大叔的真实正在 到底是谁吗 天娇 你什么意思 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能有什么身份 既要不是看在若曦的面子上 我都不屑于来这 行了 这顿饭不吃也罢 别的狗心 我公司还有事要出 走了 什么事 张作 不好了 我们公司遭到商业组击 股票暴跌 马上要破产了 什么 股票暴跌 妈 若曦 出大事了 每度商业公司进行了商业组击 快去找你网叔 你 你到底是谁 难道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天成了危机来了 不过 这也是一场机遇 如果跟我不同进退 一定能大获决 莉莉 你别被王富贵给骗了 这说不定就是一个巧合而已 王富贵恰好梦对了 那你知不知道 当初宋氏集团被商业组击都快破产了 就是大叔出手力挽狂澜带着翻盘的 还有 王天师和许强他们的公司 也是大叔出手 让他们公司度过危机还大赚一笔 这难道也是运气吗 若曦 这都是真的吗 是的 现在这种绝技 估计 只有大叔才可能力挽狂澜 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王富贵给张青龙打电话 让筹集万一自尽 还有那些古董 都是真的 大叔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 之前是我狗眼看人低 您打人有大量 别和我一般计较 您一定要帮我 救救我的公司 只要能帮我公司度过难关 我愿意嫁给你 啊 这边去 大叔 只能是我一个人 啊 大叔能好领南宫雪和张青龙 难道 他难道就是那位 金融界传奇 他难道就是那位 金融界传奇 干爹 救命啊 干爹 你一定要救我呀 只要你救了我的公司 就是救了我 以后你去做亲爹 叔 这次的商业总结来势汹汹 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 只能来抓你了 现在整个天成的企业都岌岌可危 王叔 你快出手吧 像上次一样 立马狂澜 再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原来大叔不是吹牛 是真的厉害 那是 大叔可是一代传奇 你们有眼不识针笼 我宋天骄 对大叔可是一惊二指 孙小姐 你就别哄我爸了 别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爸 你现在有什么法子 赶紧拿出来吧 不解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都这个时候了 还让子弹飞一会儿 我们这次面对的 可不是买好孙 而是美脑沙财团 你再等下去 我们的股票就被抖打死了 吃啊 算了 我们还是早点抛掉所有股票 其实只损 你放手 这不是还有我吗 你好歹也是一个 市值上义的总裁 怎么能遇到一件事情 就慌乱了 天生集团可是我的命根子 我能不急吗 再说了 他们这娄子 还不是提高的 王天上 你怎么能这么跟大叔说话 他可是你亲爹 而且难道你忘了 当初要不是他出手的话 天生集团早就倒闭了 根本不可能市值班辈 就是因为上次穿越主题 他怎么会太猛了 让银飞集团所值惨重 这才让马小车那门 想说了美杜莎 要不然我们多少有点翻身的机会 哪像现在 连生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了 王天上 你不怪敌人羞愧 反倒怪干爹反击太狠 这样可有点没良心了 就是天上 你少说两句 叔 天上现在有点超级了 刚穿他的戏 他就是乱了方寸 我不怪 不过商业素质确实欠缺 你什么意思 但凡你在商业上面 都花一点心思 你就会明白 美杜莎财团的手段 那就是无往不胜的闪遍战 要么不动手 要么就是雷霆万军 一见封喉 根本不会给对方 任何反扑机会 不错 这才是美杜莎的风格 一旦出手 绝对不会给别人 留任何的活路 什么 那我们去不是完了吗 干爹 你想想办法 想想办法 只要能救我的公司 我 以后 你就是我亲爹 你也是我们亲爸爸 他知道这些有什么办法 他有个保安能改变什么 我们这次 把骨骼抛了 走有点事 天生 你好歹也是我儿子 能不能学着淡定 遇到事情 不要急 公司又不是你的 你当然不急了 你现在 完全就是战场说话 不要疼 你这样淡定 能解决问题吗 你知道我为这个公司 他说了多少情绪 熬了多少夜 说了多少的委屈 你知道吗 你有看到过吗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只知道去当一个保安混日子 我一个人白手挤下 这公司拉扯起来 你有给过我 任何的帮助吗 你有吗 天生 你冷静一点 你说话呀 怎么 现在我言一对了 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保安 没钱没事的 只知道混日子等死 有什么资格对我知识点点的 这是南宫雪和张青龙 他们居然都来了 什么情况 难道富贵前堂和南宫雪 要出手的吗 他们难道是来找 建国会长 会长 会长 自己人 不太客气 张总 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父亲王富贵 是我们富贵财团的会 富贵财团就是根据他的名字所命名 还有天圣公司的第一笔风头 和这些年遭受的危机 也是你爸扯手帮你 不然你的公司 扫抖 我猜对了 我开队了 果然 大叔果然是那位学习 华尔街百大财团的商业传奇 大叔是富贵财团的会长 那他以前说的都是真的了 天哪 我还说他爱慕虚荣 真是丢死人了 天圣 看到了吗 王叔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保安 他不是王大费 不是废人 他是一代传奇啊 会长 按照您的吩咐 万亿资金已经筹备好了 爸 你居然是富贵财团的会长 对不起 孩子 你说的对 之前是我厌倦了商场 所以选择归隐 并且觉得应该少查查你的事 让你自己成长起来 但是现在看来是爸爸错了 爸爸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基本责任 爸 你没有错 是我刚刚 太冲动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 今天 我就把这些年来亏欠你的 都给你补上 也让你见识一下大场面 小张 发动整个富贵财团的资金 下场就是了 拉上天城所有企业的颅票 有美都沙女王出手 天城的这些企业自定了 什么情况 在美都沙财团的碾压下 天城的股市居然还上升了 是富贵财团下场 他们 不 他终于出手了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压制他们 不用 我真正要的 不是天城的这些企业 我要的是富贵财团 收回所有资金 对富贵财团股市展开收割 速冲速决 不要给富贵财团 任何喘息的机会 是 老师 这一招声东击西 可是你教我的 希望你能扛得住 太好了 我们用票真的回来了 会长 美都沙财团 正在吞噬富贵财团 富贵财团已经扛不住了 爸 你不是为了整救我们天城的喜悦 你牺牲了整个富贵财团吗 大叔 你 干爹 我许强 虽然不算好人 但是我说话算话 这次是你让我公司活过来的 以后你就是我的新爹了 就算是富贵财团没了 我许强 养你一辈子 大叔 我嫁给你 我也养你 行了 乾坤未定 你我皆是黑马 这场商战才刚刚开始 可以动手了 是 富贵财团也不过如此 这么简单 就被我们完全霸装 简直就是走开一进 你难不得进 害衰 会长 不好了 我们上当了 富贵财团现在只是一个空壳 里面资产提前端走了 什么 糟了 糟了 有一万资金流入市场 他们带着散户 做空了我们整个梅杜莎财团 现在 南宫财团守握我们财团99%的骨子 我们被反向控制了 而我们手里的富贵财团 一文不值 梅杜莎小姐 完了 能想到我用了生动机心 倒是用了釜底抽签 这么多年 我还是斗不过老师 终究还是其差一招 不愧是曾经的一代传奇 不愧是一代金融教父 也不愧是我想要征服的男人 梅杜莎小姐 那我们的资金 输了 我们都输了 输得一败土 我终究不是王富贵的对手 不是老师的对手 王富贵 那个宝安 唯独夏小姐 我们的资金 变得服输 大伯 我的权 大伯 我们或许还有翻牌的计划 会长 成功了 太好了 还在是会长呢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知道当时会长 绝习华尔街百大财团 为什么偏偏放走了美术沙财团 其实会长从一开始就在谋划 第一次血洗华尔街百大财团 只不过是稳定了咱们大下股市 但是大下和米国在商业上面的斗争 一直都没有停 我明白了 所以当年大叔是故意留下了美杜莎财团 而美杜莎对大叔偏执 所以美杜莎财团一直以要击败大叔为目标 这就逼得美杜莎财团去统治华尔街百大财团 这样的话也就等于统治了整个米国的精英了 到时大叔只要击败美杜莎 就等于击败整个米国精英了 和美杜莎是大叔教出来的 大叔击败他心而易举 大叔所谓的隐退 不过是以退为进 隐退其实也是有点累 想要好好陪伴天上长大 总之不管怎么样 大叔藏后二十年总算是得赏所愿了 如今美杜莎财团只得到了一个空壳公司 而米国至少有八千亿的资金 全部流入了大厦 恭喜会长 恭喜会长 哎呦干爹 你不但厉害还心怀加股 你现在不但是我的干爹 更是我许长最崇拜的偶像 天上 真羡慕你 有个好爹 对不起 刚才心急了 没事的孩子 都过去了 美杜莎 你终于舍得来电话了 你赢了 谋划这么多年 我等的就是这一刻 附贵你 有事说事 我输了 但是能不能让我见你一遍 我知道我会输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了 这是你的一个局 我心甘情愿 现在只希望见你一遍 一个小时后见 老师 好久不见 行了 有话就说吧 想当初 你是我们米国的英语 也是全球金融的传奇 是全球金融的无冕之王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立志 有朝一日 一定要和你这样一较高一 羁伴你 争 那我只能告诉你 你选错了对手 是啊 我是选错了对手 甚至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我不可能赢你 也没打算你 所以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美杜莎横扫百大财团的时候 我就立下过誓言 谁要是能在股市上赢了我 我就嫁给这个男人 而你 办到了 你赢了我 所以 必须要娶我 哎呀 这些年 到底哪根筋不对啊 我就一个老男人 有必要让你们这些大美女 上赶着网上贴吗 这些年 我一个人独来独往习惯了 如果你只是为了这个事情的话 那就没有必要聊下去了 告辞 老东西 谁让你走了 少安 马小春 你什么意思 老东西 没想到 你竟然还是堂堂富贵财团的会长 师父 吃惊啊 别废话 马上把人给我放了 有事冲我来 老子今天就是冲你来的 他们三个 不过是我的仇吗 好 你就说你要干什么 你还看不明白吗 我马氏集团唯一了 那不得云飞集团 也被你搞垮了 你先听我过来 就是和你鱼死网破的 老王 对不起 是我们连累的 都是我的缺 是我带着妈妈和姐姐出门找你 才被马小春绑下的 不管你们的事 是马小春输不起 才干出这种 卑鄙无耻之事 大叔 你不要管我们 你快走 马小春 他要杀你 他也非 没有资格跟我叫嚣 现在我才是这里的主宰者 你是主宰者 是美杜莎安排你的 是美杜莎安排你的吧 你可真够卑鄙的 这不是我安排的 虽然我喜欢你 但我绝对不会用这么下三滥的手 什么 你也喜欢他 老王 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还跟美杜莎有一腿 哎呀 这个一言难尽 马小春你到底什么意思 还不快放了他们 要赢王富贵可以 但不能用这种卑劣手 我现在命令你 马上放了宋若曦他们 我非 想要我放人 做梦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也喜欢王富贵 从不开始你就根本没想赢他 是你 让我和我大伯倾家荡产的 那又如何 是你们自己要跟着我一起投资的 好 老子不好过 你们也都别想好过 你不是喜欢王富贵吗 老子坚持你 就要王富贵死 你什么意思 据我所说 宋若曦跟你王富贵关系最好 也是最关心你 你走不过眼睁睁地看着宋若曦死在你的面前吧 马小春你给我冷静点 你到底想怎么样 很简单 那就是你王富贵去死 王富贵 爱的老子倾家荡产 一无所有 就要你的命来赔偿 大叔 不要 我先杀了宋若曦 再弄死宋天娇和吴金玉 就现在已经倾家荡产 我什么都不怕 你就是在犯罪 犯罪 我们一无所有了 你觉得我会怕犯罪吗 你死不死 我死 不要 不要 大叔 不要 我不跟你吃头吗 你怎么想做个事 磨磨叽叽的 我来帮你 救命 给老子上 谢谢 我的拳脚功夫也是你曾经教我的 现在你有危险 我帮你一把 也是应该的 这三个女的都不错 你宁愿用自己的命换他们的名 我不管 我也要在你心里有位置 老王 大叔 我会跳绚 我会跳绚 好 好 小声 好 我会跳绚